王同的李正还沉浸在自己的小心思当中 林茂峰这样一问 他整个人都是一个机灵 林茂峰也察觉到了 当下脸色就变了 你作为一个村的李正 应该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有些事也不能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村之所以现在还是这样 你也知道是你们村自己的原因 之前好好地闹什么 但是以后也不是没有机会 这山都买了 不可能没有活干 只是个时间问题 茂峰兄弟 你放心我知道的 那这几个人就暂时扣在我们北关村了 不过他之前不是去找了县太爷吗 我们还是要等县太爷来了再说 县太爷 是之前你们村这几个人让人去请的 王村里正无语 这几个人真是怎么作死怎么来 县太爷来得也很快 毕竟这事现在涉及到宋辰了 之前还只是利益牵扯 希望宋辰帮自己提升政绩 现在却再多了一层 上面有大人物给过指示了 希望自己多关照 这样一来 只要是关系到宋辰的事 县太爷跑得比谁都快 县太爷跑得比谁都快 县太爷 宋姑娘 你看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些人给放下来 县太爷走到宋辰身边 问得颇有些小心翼翼的味道 县令大人 您也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 我这就等着您来呢 您看看 这事怎么处理 那我就先让人把他们放下来了 来人 放 跟他一起过来的官差 立即跑过去 把那几个人放了下来 大人 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呀 求大人饶了小的 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王村的 是小的约束不立 究竟怎么回事 你们素素细细说来 回大人 就我们村里这几个不值死活的东西 穷疯了 想要过来额银子 还打上了北关村的人 经过我们协商 需要赔些银子 至于这些人 还是要等大人您发落 既然你知道自己的问题 往后小心注意便是 你们处理的都很好 原本是不需要把本县找过来的 先前去的那个人 本县已经将其收押 过些日子再放出来 你们继续按照你们的方法 处理此事 大人 您这周车劳顿辛苦了 就留在村里用完饭再回吧